Hello,大家好,我是Rico,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我们今天继续接着我们的Fragment系列的课程 继续来讲解一些新的知识点 我们看思维导图 我们在前面的话已经讲了DialogFragment 当时我说还会讲ListFragment怎么去用 那么后面我会有一道例题来讲解ListFragment 但是这道例题里面的知识是比较中和的 它除了涉及到这个ListFragment 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就是上一课我已经提到了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叫做Fragment之间的通讯 数据交换等等之类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OK,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一种应用情况 那么我们先来理一下 我们首先想象一下 现在我们的一个Activity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容器 在以前我们没有讲Fragment之前 我们所有的UI都是布局到这儿 那通过Activity可以控制这里面的不同的UI元素 然后UI元素之间去比如说四件操作 它是很方便的去交换数据的 但是现在你已经引入了Fragment将这个Activity 划分成了多个区域 比如说我这上面有个区域 这一块它其实是由一块Fragment来填充的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中间还有一块区域 它也是Fragment来填充的 这里面有它自己的UI 有一些自己的东西 然后这下面是Activity中自己的UI元素 那OK,大家想象一下 比如说在这个最上面的Fragment 当一个空间发生一个事件 比如说点击或者滑动等等之类的 那OK,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一块区域 这块Fragment里面UI的一个变化或者数据变化 还可能影响到这个Activity 它自己的一个UI空间里面的数据变化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 这是一种 那反过来这个Activity里面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操作 它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两块Fragment里面的空间的变化 还有这个数据变化 那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了什么呢 涉及到你如何去控制这里面的Fragment里面的UI空间 如何去控制Activity里面的UI空间 然后它们之间怎么去传值 怎么去访问 它们怎么之间怎么去交换数据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提出的Fragment之间的通信 那OK Fragment之间的通信 那么我们理一下它其实就是这几种情况 第一种比如说你的Activity怎么去访问Fragment 就是刚刚我举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 我在这一操作 我怎么在Activity里面去获得这里面的东西 因为我要操作它 我要传值给它 对吧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反过来 Fragment怎么去访问Activity 当Fragment里面的一个操作以后 怎么去访问Activity里面的这些空间 或者是成员变量等等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就是多个Fragment之间的访问 比如像我这个图示里面 比如这上面一个东西点了以后 我要更改这里面的东西 或者这里面填了一些值的东西 我要放到这里面来 这怎么操作呢 所以这个就是Fragment之间的通信 那OK 这个呢 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个Fragment之间通信的一个要点 大家先不要看这个 这个我们在后面来讲 我们就先把这三种情况这个理清楚 这三种情况理清楚 那你这种光说是没有用的 我们会用实际的一个例子来操作 我们就来写成一个类似这样的情况 我们来操作一下 看Activity怎么访问Fragment 看Fragment又怎么去访问Activity 这样你就会有一定的理解 然后我们再来说 虽然Fragment可以访问Activity的方式有几种 但是有一种是最佳的方式 那么为什么要采用这个 后面我写的这种方式 是怎么回事 所以你必须先来这个 再看后面 然后完了以后 我们再用这个结合 List of Fragment和Fragment之间通信 再来综合的讲一道立体 你就会更清楚 那么我们就直接上立体 来讲解这个Fragment之间的通信 我们再来讲解采用这个Fragment之间的通信